肥胖不只看體重啊 什麼叫胖 要從體脂、腰圍、腰臀、筆 其中一個不合格 都算肥胖體質喔 如果你覺得自己沒有很胖 欸 也不要掉以輕心 今天這集很重要 那麼嚴格是不是? 哈哈哈 對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陰陽師高明明 這集呢 很多人敲碗表示 啊 胖不是看體重機上的數字喔 胖呢 絕對不是只是看體重機的數字 那麼簡單 就有你的朋友來看一下 自己是不是有肥胖體質 在臨床上會除了踩體重機之外 BMI 對 還要算BMI 測體脂肪 營養師會幫你算腰臀病 每一個環節都不能漏掉 不是說體重輕的人 就不會有腰臀病比較少聽到 對 但是我們在臨床 我們會稍微算 我們都會先說 正常呼吸啊 不要憋氣喔 我們會幫他量一下 他的肚臍這邊左右的腰圍的位置 然後還請他坐下來講 自己的飲食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營養師就是 嗯嗯嗯嗯嗯 哦 是喔嗯嗯嗯 等等 其實我們在算東西 算四大指標準 我們在算BMI啊 算腰臀病啊 再來才會key那個 你剛剛講的一些飲食的東西 第一我們先來看一下BMI好了 BMI的算法其實很簡單 我會建議大家 直接把你的體重除以你身高 用公尺來算 再除以一次身高 就會是這個公式 算出來的數字呢 如果你的BMI小於18.5 哦 你就過手了 標準呢 我們通常都會說1824 18.5左右到小於24都算是標準的 只要你小於24高於18.5 就是正常的體位 我覺得這樣是最棒的 啊偷偷放鬆一點 BMI22呢 是被公認就是比較健康的一個數字 死亡率比較低 壽命比較好一些 也比較時少生病 再來呢 是過重 啊一個是你多少 我 20 謝謝 不要推向我的身高 不要推向我的體重 那你可能要 少一點喔 沒有啊 20很不錯啊 18.5以上 24以下 那22才最好不是嗎 你22就好了啦 嘿嘿嘿嘿 再來過重的話呢 就是24到27的人 就是過重 你要稍微hold一下喔 不小心力的過胖啊 不小心力的輕度肥胖啊 輕度肥胖就是27到30 中度是30到35 那重度呢 就是BMI大於35以上 現在很流行去切胃嗎 或者是做一些什麼繞道啊 什麼的一些手術 醫生會評估啦 通常重度肥胖的人 都會比較建議去執行這樣子的手術 也未必是壞事喔 其實未必是壞事 因為他可能就是 吸收太好啦 尤其你胖的壞事 大於你瘦下來 去做這些手術的壞事 所以我們評估下來 但是如果是輕度肥胖 就不要去做啦 因為聽說老了就是 吸收會更不好 會有一些營養跟吸收問題 因為輕度是可以靠你一些力量 對 去把它變成 你可能變成過重就好 那過重的人可能再hold一下 搞不好二十四以內 你就正常啦 所以我覺得輕度的人 不要在那邊看一些什麼 藝人明星去結識 或者是做一些比較偏激的 這種方法 就去學習跟效仿 因為畢竟不要去跳繩啊 跳到那個什麼 肌腱眼 什麼東西 不要搖呼拉圈 其實有粉絲說 跳那個什麼 看抖音那個啊 然後跳到那個 腳的骨頭抖起來 我試過搖呼拉圈 好像搖到腰閃道的 還有重訓重到暈倒的 物極必凡 對不對 對 然後不要急 還有跑 莫極莫慌 我害怕 再來呢 最近很流行 秤體脂這件事情 所以體脂肪也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因為我們現在發現很多女生看起來瘦瘦的 結果體脂肪超高 根本就是我們所謂的泡芙人 男生也是啊 像我就是有容奶大 不是有容奶大 你怎麼會有容奶大 是肚量很大 肚量大了點這樣 男生通常如果是體脂肪大於25 女生大於30 我們就會覺得說 這個體脂肪就是過高了肥胖的體脂 接下來如果是18到30歲 我們會建議男生的體脂肪到14到20 女生的話就是17到24 我這個表格就放在旁邊給大家做個參考 這個還有區分年齡 還蠻特別的 對 因為隨著年齡的增長 然後你身體的一些活動或機制 還有一些脂肪的代謝能力 對 可能會慢慢的減緩 那你的體脂肪當然就相對的會有提高嘛 所以有時候我們對於年紀上的話 就不會那麼... 31歲就放寬了 各位 你現在什麼意思 你今年剛滿三一次吧 差不多 再來腰圍的話也是我們在門診比較常涼的 我們通常腰圍都要涼 你的肋骨到你這個髖骨中間的這個位置 所以通常是肚臍 可是我有在遇過臨床上 有肚臍偏高或偏低的 所以你還是要看一下你的肋骨跟髖骨中間 通常會在肚臍那一圈 看姚明的就很高嘛 就... 兩個都... 從我頭頂在... 那兩個時候要注意 就是你不要... 就放鬆狀態 你就放鬆狀態然後去量它 所以家裡就是可以背吧 我會背骨子 除了就是量這個肚子的時候還可以... 聽起來可以小心去 我覺得可以... 什麼聲音 B 我會拿來撸貓啦 因為貓很愛玩皮尺 啊 撸貓也是不錯 對 貓很愛玩皮尺 沒有 你可以頭圍啊 對 頭圍 腳不長啊 也很不便 所以我覺得家裡可以背個皮尺 通常男生的話 你的腰圍要小於90公分 女生要小於80公分 想問一下 男生嘛 理想值是90PM 對 那大概是幾腰 來 我們的皮尺在這 直接給大家看一下 90公分的話 對過來是35吋半 喔 35腰 女生80的話 大概是31半左右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去 家裡背一個簡單的皮尺來量 那你給我看看吧 現在嗎 對啊 好 來看一下 這也太尷尬了吧 放鬆放鬆 好 65耶 65是幾腰 65 及格 25腰 OK 營養師of course 要幾個的啦 元氣過來 量量看 那是還有一個叫做 腰臀筆 腰臀筆呢 其實就是你的 腰圍除以臀筆 就是腰臀筆了 所以你有了皮尺 你量腰圍之外 你還要量臀筆 臀最寬的那一圈 量下去 然後除 通常男生要小於0.9 女生小於0.8 才是比較標準 所以大家就可以量量看 輸出看 就知道囉 肥胖不只看體重 大家都學會了嗎 希望從今開始 大家都要測量 你的體重 體脂 腰圍 臀圍 才能最準確的評估喔 趕快看一看自己的肚子啊 嘿嘿嘿 像有讚嘆還想看氣咧 哈哈哈哈 到底 看得到自己的那個嗎 哪個 哪個 什麼啦 哈哈哈哈 B 他說這個是一個指標 就是男生往下看看 看得到什麼 啊 我知道 看腳趾頭嘛 啊 男女都一樣 對不對 我們這個臉床 那有一個低頭下去 看不看得到自己的腳趾頭 如果你看得到自己的腳趾頭 代表你的腰圍沒有過怕 但是實際上還是要靠皮脂量一下 比較準確喔 其實呢 線動一直有人時不時敲啊 元氣的肚子 為什麼常常貼在你地上 所以我們要來量一下 元氣你的肚子 元氣你的肚子 我看你現在好 喔 20 哇 好跑 貓咪的腰圍 對啊 多少排合理 呵呵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拜託